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千娅姐 你一直挺喜欢郑向东的 是吧 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这次就别再错过了 他对我没感觉 给他一点时间 我相信会有的 你们是中学同学 你从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他了吧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只是那个时候我老是被人欺负 韩浩向东老是替我打抱不平 他好像特别能打架 一个人能打五六个呢 我就觉得 他是一个特别有正义感的人 苏阳 爹里那些风言风语 你别太当回事 到时候你们俩结婚正义领 就什么都过去了 这想多 其实孙千雅 从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暗恋你了 都这么多年了 我希望下一次能看到这个本子上 写的都是孙千雅的名字 你路上注意安全 你路上注意安全 别提了 别提了 是不是有人使坏啊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什么 政治 经济学 哲学 你说的这个是三个组成部分 我问来源 来源 来 来 干嘛 我忘了 你怎么老是心不在焉的 想什么呢 没有 没想什么 这个地方 你把这一段好好看一下 对啊 嗯 对啊 嗯 对啊 对啊 只有你 是孙孟男的 是孙孟男的 还得不欢迎 都要动刀杀人了 你怎么能乱谈呢 你看你惹多大事啊 都要动刀杀人了 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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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我问你个事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怀孕了 好事啊 你真怀了 是正向东的还是四孟南的 没事 你跟我说 我又不告诉别人 谁的呀 张红 我没得罪你吧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关心你呢 是吗 臭表恋 有脸干没脸认啊 破鞋 张红 你给我过来 干嘛 别玩你慢点 快点 什么事啊 你在田里 跟苏洋说什么了 苏洋怀孕了 我关心一下他 你是不是说人家破鞋了 那他干了破鞋的事 还不让人说啊 有脸干没脸认呗 开会怎么传达的 我当面问的他 我又不是背后议论 这也叫背后议论哪 你消点声 真为我们点有你这样的知情儿 感到脸红 那你就不为 知情点里有这么个破鞋脸红啊 张红 好 我祝你这辈子一帆风顺 可千万别倒霉 我倒什么霉啊 我又没干恶心人的事 有脸干没脸认 好 丽萍啊 你看为楠楠的事 让你三番五次地往我们家跑 我呀真是不好意思了 阿姨 您跟我客气什么呀 我跟孟楠不是同学吗 哦 是是是是 丽萍啊 找对象了吗 哦 没有 哎呦 你说你们这些孩子啊 真是奇怪了 都这么大了 还不找对象 哎 我们家楠楠吧 她也不找对象 真是急死我了 是吗 妈 哎 楠楠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来了 我爸让我过来找你 去谈谈回程指标的事 哦 好 又来任务了 什么任务啊 要得很急呀 上级要求我们 要在三个月以内 生产出一万件蜡染服装 一万件啊 一万件 行了 具体的情况呢 让老鼻子统一安排 那 那我给安排一下啊 那个还是 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老样 每家每故呢按劳动力 每个人一把五五件 赵大娘 三个月之内就完成了 这一次呢 时间紧任务重 您看能不能 把您这个染布的技巧 给大家传授传授啊 有人愿意学吗 给我东元一下呀 李淑姐 啊 你把知青点的小苏啊 找来帮帮我 我呢可以 多领点任务 小苏画得好 上回受表扬的那些呀 都是他教我画的呀 行行行 那好 好啊 能不能让他住我那儿 晚上也能画点呢 那行 那这样 我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好 我听你信啊 好好好 好 楠楠 来 来 拿着 来 再给一张 够不够啊 给 十五块钱够了 干嘛呀 买点好烟 好酒 给人送去 还买东西啊 又买的 另外 嘴甜一点啊 行 我知道了 还有啊 去了千万不要跟人家说 你有对象的事 要是 要是说了 那妈就没指望了 妈 您这样不行 早晚得露馅儿 行了 能慢一时试一试 只要你回了城 到时候再说也行 您这不是骗人家吗 你要是能回城啊 骗就骗了 赶紧去吧 好了 别跟人说啊 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苏洋 你是怎么想的 我就只想着 能尽快熬过这段时间 所以 到了法定年龄 我就能结婚了 你觉得 结了婚就能好了吗 孩子 人这辈子长着呢 什么事都能碰到 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咱饿了 渴了 自己知道 咱怎么活 全在自己 不在别人 从明天开始 不论别人说什么 好听的呢 咱就听几句 不好听的呢 咱就当没听见 好看的脸啊 咱就多看两眼 不好看的 咱就不看 县知情办 已经给回气了 elling 他 说 快 他 你说 你不能说 没得到 是 他是 是 所有人都能不知道 要是一个点的战友 我要是这么做的话 点里的人怎么议论我 小南啊 知青点的回城名额 那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是啊 大家为了回城 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 我这也是拖了好几层关系 才找到你们县知青办的 小南 这个机会对你来说 那是很难得的呀 小南啊 你赶紧答应 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 你看你在知青点 起早贪玩的干农活 多累呀 一身泥土 你这要回到城里来 穿得干干净净的 上班工作多好啊 小南啊 你要调回城里来 可得对我们家丽萍好点啊 不能欺负丽萍 不能变心 不能学陈世美啊 妈 这说的什么话呀 小南这孩子我看着就不错啊 品质好 有前途 爸 你们俩都没搞清楚状况 我跟孟南就是同学 又不是搞对象 我不就是说小南好吗 那小南我做饭去啊 留下来吃饭 你要觉得实在为难 那就可以把这次机会 让给郑向东 以后慢慢找机会再说吧 你说要顶了别人吧 我还真有点不老人 可是顶了郑向东啊 顶死他 顶死他活该 妈 我一开始就把人家女朋友给抢了 现在 又让我顶人家的回城名额 那他 那他不得杀了我 把你女人还给他呀 我怎么看 他都不是个正经女人 妈 怎么能跟女人比呢 停一下停一下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啊 知情点的知情说了 苏杨怀孕了 有事吗 我看着有点不对劲 是啊 你说说现在的年轻人啊 真是 太想不到了啊 真没想到这苏杨 还真的跟思梦们好人了 就是啊 你看看 年轻人怎么这样啊 我跟丽萍他爸呀 都挺喜欢小楠的 小楠呢 人诚实 又会写一首好诗 我们家丽萍喜欢小楠 小楠呢 又这么喜欢我家丽萍 我看哪 咱们就尽快地 把这事给办了吧 大娘 大娘 我也有自尊啊 我真的受不了了 咱们就不能把活 拿到家里来做吗 不能 我不知道什么是自尊 可我知道 大祸找到你 你就推不掉 你今天不抬起头来 你就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你 以后都不还尝尝呢 你觉得 跟思梦难结了 婚就好了 好不了 楠楠啊 跟我说过 她很喜欢丽萍 这不 楠楠现在 还没调回城里嘛 她也担心 在调动的过程当中 万一要是 这 楠楠 就是怕耽误了 李萍 所以小楠 你得抓点紧啊 你要再下不了决心啊 半个月后 那郑向东可就正式办手续回深江了 你想顶都顶不了了 是啊 要不然 就这样吧 你们俩呢 也没必要这么急着办喜事 可以 先订婚 然后咱们再慢慢地办回城 等小楠呢 正式调回深江 再办喜酒 到时候我们两家可是双喜临门呢 结了婚 也改变不了吗 不用等到结婚 现在就可以改变 就是为了孩子 你也要抬起头来呀 你抬不起头来 以后你的孩子也抬不起头来呀 谁答应跟他搞对象 直接就订婚 这家人怎么这样啊 这家人 现在的情况 你还搞不清楚啊 你不跟张丽萍结婚 你就回不了城 现在关键的问题 已经不是你顶不顶郑向东了 而是你不跟张丽萍订婚 你想顶郑向东 我都没门 反正不能逼我跟他订婚 他愿意跟谁订跟谁订 那我问你 你想不想回城 妈 我要是跟他订了婚 那苏杨怎么办 苏杨肚子现在一天比一天大 他肚子里怀的可是我的孩子 你难道忘了吗 妈 你自己都顾不上 你还顾他 妈 咱 咱们换个思路吧 咱们家三代单纯 就有一根独苗 对吧 您不是一直想抱孙子吗 万一苏杨怀的是个男孩 那你回了城 你想生几个儿子都能生 自己都顾不上了 还想着儿子 真是的 我怎么就跟您说不明白呢 我爱苏杨 他爱你吗 你给他写了那么多封信 他回你一封了没有啊 那是因为我以前伤害过他 而且是很深的伤害 是 他现在是不爱我 但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爱上我的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不可能 当初 你被郑向东打成什么样了 他说什么你忘记了 他说他不是为了保护你 他是怕郑向东担责任 你走不进他的心的 难道你愿意 一辈子面对着一个心里装着 别的男人的女人吗 这边 一个是心里有你的 能够让你回城 那边呢 不爱你 一辈子在农村待着 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呀 你说这事 我说孩子他爸 你别光在那儿喝酒啊 这都几天了 四孟男还没有信 要不要你让丽萍去问问他 别太上赶着 你不上赶着 过几天郑向东该办手续了 我知道 帮助 不 阿姨 来来来来 快进来 快进来 阿姨 我爸让我过来问问 那个指标 四孟男还要不要 这不待在屋子里一星期了 饭都不好好吃 他 是因为我吗 丽萍啊 不是 不是的 丽萍 你别多心啊 她呀 就是不想顶正向东 她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都这回儿了 良心上过不过得去 她也得做个决定啊 是啊 要不然 我去问问她吧 好 去问问她 问问她 孙某南 贵州那边来电话了 如果这个指标你不要的话 人家正向东就要办手续了 人家可不能等了 你今天无论如何 得给我一个答复 我爸今天必须得 给人家一个答复 你要是不回答 我就当你放弃了 行 既然这样 那我知道了 阿姨 既然这样 那我先回去了 张丽萍 张丽萍 怎么 突然想通了 我 我在这顶点 有个女朋友 你为什么之前没说啊 孙某南 你这个骗子 你就在乡下待一辈子吧 张丽萍 张丽萍 我跟她疯了 什么时候我的事儿啊 什么时候我的事儿啊 我知情点儿的战友 给我来信说 郑向东 趁我不在 抢了我的女朋友 那我明白了 你靠近我是为了让我帮你扮回城 利用我的感情 四孟南 你休想回城 我 要是这种情况 倒是可以理解 他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那个司孟南呀 这段时间犹豫不决 并不是要不要顶替郑向东 是他一直在想啊 要不要跟那个 知情点儿那个对象分手 我怎么就能碰到这种事儿了 谁没点过去呢 再说小南这孩子 这时候能坦白这件事儿 说明他还是诚实的 要不然以后会有很多的麻烦 李萍啊 不管他是不是真心的 只要对您好就行 他是不是真心谁知道啊 他现在心里 一直想的都是别人 这事儿不能再拖了 明天就订婚 李萍啊 订完婚以后 你跟你们单位请一段假 然后跟他回贵州 到了贵州啊 赶紧把这个手续办了回来 最好不要和他知情点儿的那些知情接触 以免节外生枝 爸 我 我现在订哪门子婚啊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这个时候就别跟他较劲了 你再较劲 你失去的就是这个人 他本来就不是我的 那你心里有没有他 你爱不爱他 你如果说你心里一丁点儿都没有 那这个事儿就此打住 他爸 明天这个婚咱也不定了 保不齐有和前女友复合的可能 你儿子不是找不着对象吗 明儿啊 去知情点儿铺一个 铺一个人家就跟他走了 对呀 你家不是有个女儿吗 要不给我儿子得了啊 别说了 别说了 抬起头来 你过去啊 跟她们聊聊 聊什么 那个 是前二的老婆刚生完孩子 你跟她聊聊 怎么生孩子 怎么养孩子 都知道你有了身子了 你瞒不过的 你瞒不过的 算了吧 大娘也不用你帮了 你回知情点儿去吧 走吧 你瞒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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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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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二嫂 我想问问你 生孩子之前 都得注意点儿什么事儿啊 这个呀 您问郑老太太呀 她什么都知道 赵大娘说了 您刚生完第三胎 您最清楚 所以让我来问您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你也怀孕了 是啊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这是谁的孩子呀 四孟楠呢 这外面传的 都是真的 是 所以我要跟他结婚了 你也挺可怜的 也只有这条路了 那你还能回城吗 现在还回不去 那四孟楠呢 不知道 那这样 你就在这儿生孩子 所以到时候 邀请各位大婶大嫂帮忙了 没事没事 到时候需要帮忙的 你就说 谢谢秦二嫂 不谢 让我看 一个女孩儿家家的呀 也不容易 是吧 她这怀孕呢 我爸说了 你回城的手续 就差你们公社盖的章了 等到了知青点儿 赶紧把那章盖了 你手续就齐去了 怎么啦 还舍不得了 没什么舍不得 我做梦都想离开那个坡地方 我是说你那个相好的 张立平 我们做个约定好吗 以后能不提这件事了吗 我也看出来了 你这心里要是没我 我也不勉强你 我心里清楚 你呢 就是想通过我爸扮回程呗 心里跟明镜是啥 我再试试哉 你呢 你呢 我本人是今才能 metres 燕子穿花衣 燕 燕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你回下来 燕子穿花衣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怎么了 你还不高兴呢 我爸还说你实在 我看你 你就是个阴谋家 张立平 等回生的事办完之后 我们定个日子 结婚 好 好 行了 秦阳 那咱就 再次地就此别过吧 你回去要好好复习 进步挺快的 应该没问题 我努力 回城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回去就办吧 那你可得抓紧了 据说要在户口所在地报名 你要是回了城 可能要在深江考了 没事 没事 就算考不上也算回城了吧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怎么了 你还迷信啊 行了 那 我先走了 行动 替我谢谢苏杨 谢他什么 他送你的笔记本 我看见了 倩阳 说实话 我还没能从那件事里走出来 行了 我知道 我能等 快下雨了 你赶紧走吧 要不你去我们点多多吧 我们点离得近 你还有好几里路了 没事 我一个大老爷们怕什么 你赶紧走吧 快快点 莫南 这有能避雨的地方吗 前面有个山洞 去那儿吧 慢点啊 喵 这是你们搞对象的地方吧 你想想联吧 你说什么呢 这么好的地方 多适合搞对象啊 怎么 搞对象不来这儿啊 你想多了 很多 就是来这儿避避雨 那你们搞对象都去哪儿了 你怎么对搞对象这么感兴趣 咱们能不提这件事了吗 现实 你在这儿等我吧 我去大队 找吕书记盖个站 别 等雨停了再走吧 夏宇正好 夏宇大家伙都回去休息了 大队部没那么多人 省得人多眼脏 心眼怎么那么多啊 对我爸还说你识子 我走了 孟楠 你不会去找你那个老乡好吧 好 情况属实 可以改成 你小子挺有本事啊 说增加一个名额 就增加一个回城的名额 一般人可办不到啊 是我爸之前的一些老关系 看什么呢 着急走啊 不着急 小丝啊 我知道你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但是走之前呢 有几句话 我一定要跟你说 你说 苏阳这个事啊 你做得太不地道了 你以后可千万千万 不能再做对不起他的事了 听见没有啊 好 苏阳这孩子善良 吃了那么大的亏 还和你好上了 你说你这 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这 我哪来的福分啊 苏阳现在在照到娘家呢 你赶紧过去看看吧 行 李书记 那我 先过去了 去吧 来 来 aper 木rah 这鱼可真不小啊 这一 同志 你是哪个点的 同志 之前没见过你 来网香铺 探亲的 你也是网香铺那知青点的知青吗 我给你打听个人 这么有男女认识吗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跟你说了半天话了 也不带理人的 我说同志 我跟您说话 您不也没理我吗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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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孟男你认不认识啊 妄乡铺就这么大 谁不认识谁啊 那你认识他那个女朋友吗 认识啊 怎么了 听说那女的被一个叫正向东的抢走了 是真的吗 这都怎么传的呀 这是哪个版本啊这是 不是这样吗 你打听这干什么 没有 就是好奇 同志 我告诉你啊 我不管你是哪个点儿 别听风就是你 别信谣 别听谣 别传谣 你们没学过 这不是真的 听你的口音 你是深江的吧 你也是深江的 不对啊 深江下来的到人民公社里就十五 不是 我怎么没见过 我是刚从外公社调过来的 你是哪个对的 不是 你问这个干嘛呀 合着就许你打听 就不许我打听打听你 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不对啊 你也是深江的 你也是深江的 你不会就是那个正向东吧 正向东是我哥 那你叫什么呀 我叫正向西 对 一条路 曲折不平 一场爱 忽远忽近 你就像黎明前 那颗流星 如此绚烂 让人捉摸不定 一个人 两种心情 一场梦 梦了游戏 我就像风吹过 那片抚平 没有重量 就像一道坚毅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希望我不会心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拥抱一颗流星 却希望得到永恒的光明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希望我不会心 希望我不会心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 希望我不会心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